亚洲内容继电影市场展ACFM 在南韩府山登场 文策院设立台湾馆 集结88家电影及影视内容业者 近300件作品与企划案 向国际推广台湾作品 ACFM是亚洲一个重要的平台 我们这一次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让台湾的业者可以找到好的国际合作伙伴 也让更多国际合作伙伴看到台湾的内容的 就是合作上的优势 相比去年疫情严峻 今年台湾参展作品约为去年的两倍 前公益后商机 文策院也借此机会与大会签署MOU 希望拖款旗下 成为台湾文化内容产业助力 我们的台湾文化内容产业助力 我们多是谈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 ACFM大会总监经理部指出 台韩电影内容有很多合作的可能性 包含剧本开发 共同投资 拍摄场景共享等 未来可以多加讨论 台湾今年有三件作品 入鬼釜山影展 小兰 南方寂寞铁道 家族树 在这场展览中 也会和国际观众见面 并安排导演座谈和影迷互动